小霸狂追小娇妻 第一集 今天是转学的第一天 可不能迟到的 哎呦喂 这谁啊 走路不看路嘛 真的是 不是这位大姐 你撞得我们不道歉 还怪我们事吧 呦 原来是个美女啊 叫声哥哥 这事就过去了 你有病吧 吓头难 走开走开 我要迟到了 懒得理你们 嗨 上学第一天真的倒霉 遇到这种人呢 同学们 这是咱们班新来的转学生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研艺叔 刚来的转学生 请大家多多关照 呦 真巧啊 研艺叔同学刚才撞了我 你没道歉就跑了 哎呦我操 竟然跟他同班 好了好了 打了上课领了 就赶紧回到座位上去吧 那个研艺叔同学 你就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吧 没想到跟他是一个班的 现在还是他同桌 看他的样子也不好惹 等下课给他道个歉 缓和缓和一下关系 呦 研艺叔同学怎么一直在看我 是不是喜欢歌啊 可别有非分之想 不是我说你咋这么自信啊 普姓男 懒得理你 害羞了 刚才诚信撞我也没见你害羞呢 真无耻 懒得理你 转学第一天就碰到无赖了 哼 让我给你道歉想得美 这种人都不配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好多人啊 去看看 哇 季川好帅啊 爱了爱了 什么 季川 难道是浩天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啊 他 他他怎么可能是季川呢 而且还是个笑吧 呦 研艺叔来了 是过来给我道歉的吗 这样你叫生老公这事就过去了 真的一点都不想理你 你在干什么 季川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敢跟我抢季川哥哥 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 刚才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想占我便宜 算了算了 以后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这女的什么来历 没见过啊 大姐 她是高一二班的转学生 今天刚来的 一个新来的小丫头骗子 敢跟我抢男人 看来是不想带在这学校了 放学了 回家放松一下吧 你想去哪啊 研艺叔同学 咱俩好像不认识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挺能装啊 敢跟我抢季川哥哥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 你说话得讲证据吧 谁跟你抢季川了 你没那本事就别赖别人 这不是研艺叔嘛 他们在那里干嘛呢 老大 好像是高一一般的在追你的那个绿茶 白婷婷跟研艺叔吵起 估计那个白婷婷在欺负研艺叔 真不把我放在眼里 在我面前欺负他 岂有此理 快快快 赶紧去救研艺叔 走 咱去老地方 看他还敢不敢跟我修车 快走快走 妈的 白婷婷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快点开车啊 他要出什么事连你也不会放过 好的老大 你先别着急 更好前面那辆车 别他妈给我跟丢了 能不能再开快一点啊 请不吝点标 转发 打赏了抑郁婷婷 感谢观看